三个囚犯只因偷吃苹果 轮到下一个男人室 他却拿起苹果张口就啃 因为他实在太饿了 反正都是一死 不如临死前吃上一口 长官看到后就怒了 抬手就要给他一枪 可这时旁边的男孩突然念起德国诗歌 这让长官心情愉悦 便放走了他们 此时旁边的士兵告诉他 今天的死亡报告还差一个 长官一回头 随口叫住一个搬运尸体的囚犯 然后扔出他的帽子让他去捡 这里是奥斯维辛吉中营 这里的囚犯只会被分为两种 男人会被分配去采石场工作 女人则会被扒光衣服送去澡堂 可屋顶正在到消毒业的士兵 明明戴着防毒面具 女人们刚进去 士兵就紧锁大门 随即就传出无数的惨叫声 然而活下来的男人也没有好到哪去 每天的伙食也只有一勺干水 干的却是最重的体力 一旦发现有人偷懒 这天晚上 一个监工随手扔出半根香肠 就引来两个囚犯拼命争抢 请不停